宝贝 去年你买了一台宝马七七开到现在你得赔小四十万 妥妥去年一百万落地没有优惠 现在二手车的收收价快跌破六十万这个管口 快变成五块头了 熊的嘛 宝马七三五九十一万九值到价的现在 全款优惠二十二万 加上购物税保险落地七十八左右 你如果说按揭的情况下还能下七万 按揭五年落地价是七十亿左右 这是新车熊的嘛 那你想想二手二三年上牌的现在还值多少钱 赔个购物税再赔个一年折损 你说实话现在二手车跌到车主不想卖车了 真就是如果给到五开头的收车价 车主能蹦起来给你俩脑牌 我摸的良心想告诉买完车的宝贝们 尽量把我们这些个收车的取关了吧 天天分析行情我真怕你气得蹦起来 制造反感情绪 尤其是那懂车体降价排行榜啥 你们千万就别看了 越看越闹心了 车价会一直跌下去吗 我感觉宝马七七差不多了 基本上按揭落地七十左右算是个坎了 它再跌下去五六一也绷不住了 五六一再跌下去三十四也玩堵了 所以不要追上沙爹宝贝们 但如果说你让我选T8S 我这个月月底 25号之前18号之后 我常常奔车S显带是什么事 如果说能符合我的预期 我蹦起来干一台 也算给你们一个交代 感谢你们的关注与支持 感谢你们的点赞 祝你们身体健康 不劳而祸 买完车的千万别看董车的降价排行榜 我判气的蹦起来 如果近期想买车的可以去董车的看一下 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 让你买车不买贵